所以他使用我们作为第一人称 较符合这个逻辑 林志坚阵营在开记者会证明论文 没有抄 在提出林志坚论文写作 使用第一人称符合写作逻辑等三点反击 甚至指控于正皇部分内容用词不合逻辑 很突兀 这么大动作反击 就因为前一天被控与他论文相似的于正皇发声明 给绿营投下震撼弹 其中最让人热议的 就是论文中针对许名才学历的部分 都写成多名尼克肯大学 还有准硕士等错误用词雷同 于正皇先生是参考国民党的这个网站 那所写出来的这个错误 硕士本身是因为 于正皇先生根本就不知道 林先生具有中华大学的学位 那其实从网路上的资料 其实大家都可以找到相同的资料 本来在学校前面 他们有讨论说 是不是要在前面加入这个社区大学 本来林次监市长是要写硕士班 那硕士班刚才前面讲说 比方说博士啊 硕士这个名词可能对不太起来 所以后来陈明通老师就是建议 林次监市长把它调整成准硕士 双方都说自己没有抄袭 论文们争议 最后决定权落到台大审定会身上 林次监要求审定会主席苏宏达要回避 不过却被审定会驳回 这个部分依照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 我们律师团在收到公文之后 也会提起复决的救济 余先生昨天提出的声明 跟我们一直以来的说法是相符合的 那包括陈明通教授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说明说 林次监市长跟余先生在论文写作上都没有抄袭的翻译 整场记者会态度强硬强到原创 但就是不讲是余正皇有抄袭 要把整起事件打成国民党政治抹黑 他们亲知肚明 今天林次监两份论文都是涉及抄袭证据明显 那么他们很怕台大评审会 做出最后是林次监抄袭的一个结论 所以抹黑苏宏达 他接下来就会抹黑所有评审会 做出的任何的结论 烂言不放弃 再加码咬住球场议题猛攻 论文文风暴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蓝绿双方都不打算让步 华语新闻 李文宇 林嘉倩 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